本台记者秋晨9月25号洛杉矶报道 9月25号当人们在华盛顿国会大厦悼念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金斯伯格之时 南加州民众也涌向洛杉矶西区的史克伯尔文化中心 向陈列在那儿的金斯伯格一项鞠躬 敬献鲜花 以寄托哀思 自当天中午起 史克伯尔文化中心展厅前的台阶上 即树立起了金斯伯格的雕像 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将鲜花 金斯伯格的画像 照片以及各种纪念品 摆放在金斯伯格肖像下的台阶上 表达人们对这位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的爱戴与崇敬 为了能有机会在金斯伯格的肖像前表达敬意 民众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许多家庭是一家三代人一起前来悼念这位大法官的 许多人在现场留下了简单的字句 希望在这最后一次的公祭现场留下对金斯伯格的评判 有人写道 几行字即可表达对你的贡献与遗产的公平论定 可现在心中却仅有一个词 你很卓越 2018年至2019年 史克伯尔文化中心根据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臭名昭著的RBG《路斯巴德·金斯伯格的生活和时代》 策划了一个展览在全美各地展出 这一展览的负责人瑟斯顿随展访问费城时 曾与金斯伯格见过面 瑟斯顿记得金斯伯格看完展后曾自言自语的轻声说 很精彩 金斯伯格当时的表情与声调给瑟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瑟斯顿说 金斯伯格的去世令人非常悲痛 而今天的这个纪念仪式是他留给我们的礼物 为此我们向公众开放场馆 让人们来平调纪念分享甚至庆祝 纪念仪式现场的一些女性表示 金斯伯格是他们生命中的偶像 他们努力遵循金斯伯格的生命哲学 永不放弃努力工作 即便是在一个以男人主导的行业 我也能够成功 目前洛杉矶疫情仍很严重 包括史克伯尔文化中心在内的许多场馆仍未开放 为了纪念金斯伯格该文化中心在展厅外举行了纪念仪式 并要求所有前来悼念的民众必须戴口罩 遵循加州的防疫规定